14号下午1点多 在东河桥附近有一辆休旅车 疑似失控自撞路边的路数 造成车上流性驾驶以及家人小孩 共5人受到轻重伤 其中一名成年人到院前没有了呼吸心跳 目前车上人员都已经脱困 分别送成功分院以及台东马街医院 争取车祸原因警方正在调查中 14号下午东河桥附近发生一起车祸 53岁的流性男子驾驶休旅车 载着4名家人从成功往台东方向行驶 疑似失控自撞路边路数 车上共有3名大人和2位小孩 4人受到轻重伤 而其中一名大人命为 附近民众表示驾驶行驶速度并没有太快 不知道怎么会撞到树的 这样躲过来 已经到那个树那边了 速度不会太快 目前已经分别送患者到成功分院 以及台东马街医院 整起车祸发生原因以及经过 仍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建神RU 东河乡报导